哈囉我是小鈺 哈囉我是小小 今天呢 是聖誕節了 說到聖誕節就讓人想到 想到 過期的雜誌 交換禮物 今天是小鈺第一次過聖誕節 沒錯 第一次 就是這麼的邊緣 所以 今天呢 我收到 安舊的聖誕禮物 是教主的恩賜 各位觀眾 我有 你們有嗎 OK 那我們去開箱吧 Let's go 你要先看 好的還是壞的 他說 這是好還是壞 安舊爸爸 好還是壞 那麼大應該是好吧 那我們就先從 壞的開始好了 拿到我來 拜託安舊 跟你交情這麼好 壞禮物應該不會多壞吧 我們幾年的感情呢 不要 把你放在那邊 少女的味道 以後沒有機會 我能多聞一下 打開 長得像這樣子 你送了這東西 多美麗啊 你看 打開囉 壞禮物是什麼 OK我跟你感情這麼好 你不會 這什麼鬼 這什麼東西啊 欸這是這個耶 好可愛喔 可以 戴眼鏡 可以 這個怎麼用 完全不知道怎麼用啊 Let's go party party 用來 喔喔喔喔 下一個 它是一個史努比人 好像唱夜店卡耶 焦糖風味可可粉 這有不好嗎 還是它是給你這個 它叫你吸這個啊 它叫你吸粉 安鳩蛋蛋 感情不是很好嗎 喔喔我懂意思了 你把這東西 泡了後 就變可可養了 用這個喝 機智啊 不愧是我們的安鳩教主 摩拜 來摩拜他 不愧是我們的安鳩教主 就是要啟發我自己的 神 心 靈 是不是啊 下一個 好禮物 我是波龍 跟你的感情這麼好 OK的吧 應該不會太爛吧 Let's go party party unite 喔喔喔 哈囉 這是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嗎 看到麵包超人 我想七成 你應該也不用想了 這是什麼 藍不成是一隻麵包超人嗎 安鳩爸爸 這隻是好禮物 這是什麼鬼 是扭蛋機呢 最像年齡 三歲以上 原來安鳩一直把我當 三歲小孩 被發現 好可愛喔 幫你準備的電池我忍很好吧 供奉安鳩教主 你寫安鳩教主 幾顆 扭蛋 代幣分題 還有寫上卡片給我 我讀一下喔 沒有 好美了吧 他寫了卡片給我喔 不是那所以這個的意義到底是 不知道 安鳩蛋啊 嗨 哈哈小玉你抽到我的禮物啦 我覺得很可愛 自己也差點買了一台 六顆扭蛋 我也先拆開了 因為要放那卡片的分靈體 分靈體也太重惡了吧 分靈體也太重惡了吧 然後也可以召喚出一隻完整的小熊 造化 加油 機械的聲音可能會有點大聲 不要被嚇到了 這樣我突然覺得他很好心耶 你知道我送聖結石什麼壞禮物嗎 嘿嘿嘿 那好像工人嗎 這不行這不行 這不行啦 來退回退回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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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裝好了 在座位 轉過 吼 吼 嚇到了 這發亮欸 蠻屌的欸 蝦趴繼續在開一個 然後果然來著那麼多螺絲 あ 所以完成了 耶 耶~~~ 嗚~~好帥喔 嗚~~我想要選另外一顆 超帥 好可愛喔 然後我們就知道我們的球了 他送我拼圖耶 好棒喔 他是要我把全部都抓好然後就把它拼上去 最後有一張卡片 喔我早知道我可以那麼好有默契是不是 其實我剛剛也知道的 OK那我們先抓一下然後拼拼圖看一下他到底寫了什麼 稍等我一下 小玉恭喜你夾出所有的扭蛋 這個凹凸凸的好難寫啊 你也知道啊這個超難拼的啊 原本還在考慮要選神奇寶貝夾娃娃機 還是選麵包超人 最後還是選了麵包超人 很棒吧 那麼祝你開心 Merry Christmas 以下就是安舅送我的聖誕禮物 最後結論的就是 安舅大大~~~ OK 我是小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按左下角訂閱 接下角喜歡 喜歡這部影片也可以分享喔 隨時動動開也可以到我的FB和IG去按個讚 我是蕭蕭 還有喔 小玉送的禮物是送給聖嫂夫婦他們 如果你們好奇的話你們可以去看看 我送了什麼東西給他們 今天其實也不算聖誕節啦 今天你們看到的這個時間已經是12月30號 所以我要祝各位 新年快樂 元旦快樂 OK 我是小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請食用了 請食用了